金城 喂 夏夕 什么 夜故昏倒了 怎么回事 你们人在哪儿 我马上过去 打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别过 别过 你怎么样 别过 她收到了 来 慢点 慢点 走 还是没人接 您收到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稍稍稍 导演 可能她家临时有事 算了 先录别人吧 快 老大怎么了 老大 老大 她在公园走着走着 突然就胸口痛 然后就昏倒了 夏琪 你受伤了 没事 应该是摔倒的时候 不小心擦伤的 你们家有药吗 有 你跟我来 我顺便去拿毛巾 小心 你看见老大 叶谷今天昏倒了 好 我说叶谷今天昏倒了 就这样啊 应该知道 不管今天 叶谷发生了什么事情 都不与我们相干 什么叫不与我们相干 你是负责掌管实监使者的神 现在你的下属出现问题了 你难道不应该去处理一下吗 我的任务 是让所有人的人生 都依照各自的时间轨迹去运行 而非掌管时间使者 如果今天叶谷 因为个人的因素 对自己的任务有所耽搁 我能做的 也就只能是把时间限的任务 转照给其他的时间使者 而不是去处理叶谷 老谭 难道你对叶谷 一点情意都没有吗 他曾经 是我最得意的使者 怎么会没有情意呢 但是 我不能破坏规矩 这也许 就是我和你的不同 少拿你们那些天神理论来说事 既然你不做 那我来做 这就是我与你的不同 不要心 我劝你还是放下吧 有这么多年了 你改变不了什么 你醒了 我去叫顾宁 小心 你醒了 怎么了呀 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 先让你陪我一下 嗯 你今天吓死我了 你是时间使者 为什么会突然昏倒啊 嗯 我也不知道 就突然一瞬间 心跳得很快 所以 时间使者 也会心有触动 小乱乱撞的感觉啊 应该就是 你们所谓的 怦然心动的感觉吧 是啊 这就是 爱情来敲门的声音啊 嗯 嗯 咕咕咕咕 有人在家吗 小夕 心脏在左边 你 疼 疼 我是病人的 那你好好休息 我去给你倒水 你 我去给你倒水 顾宁 夏夕 你 有件事 不知道 该不该跟你讲 什么事啊 之前 我听说啊 有 有别的时间使者 就是跟人类 走得特别地近 就是那种 就是跨越正常关系的那种 之后 我 就出了一点问题 什么问题啊 具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了 总之就是不太好的事 我只是提醒你 你看 你看 你 和老大 毕竟是两个世界的人嘛 所以 算了 就当我没说吧 我去开门 顾宁 小夕 夏夕在吗 在啊 夏夕 小夕 夏夕 白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 我忘记告诉你了 我今天在休息室的时候 一不小心又恍神了 转眼间又出现在别的地方 后来看到一共昏倒 我就忘了节目组的事了 你没事就好 我早上给你打了好多电话 你都没接 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 我只顾着照顾夜故了 没注意到 难怪没接 你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跟我说 我们是好朋友 本来就应该互相帮助的 好 谢谢你 那夜故现在怎么样 她现在还在床上躺着呢 对了 节目组那边的事 没事的 我来跟他们解释 你放心吧 谢谢你 给你添麻烦了 不过你没事就好了 小悠 你吃晚饭了吗 要不要我帮你做啊 不了不了 我还要回寝室 一会儿还有事呢 拜拜 慢点啊 真不吃啊 我最近学了好多好吃的 我会做派了 我会做巧克力派 苹果派 你不吃了 莫罗派 芒果派 走 小悠 各位记者朋友们 很高兴大家来到现场 与我们一同参与 景潮大展的开箱仪式 景潮大展是由考古研究院主办 文物协会协办 从策划到收集文物历史两年多 尤其是景潮文物四散在世界各地 可以说 此次是国内首次完整的景潮展览 现在 有请我们考古研究院的夏院长 和张会长为我们开箱 你看那个发簪 真是好看啊 真挺好痛的 对啊 谢谢你 华山姐姐 看完别致华美的发簪后 接下来 我们要看到的是景潮文物中 最重要的物件 匕首 根据画像砖上的传说 当初被皇子破坏的婚礼 新郎就是将匕首放上祭台 与新娘的玄机一起召唤天神 所以说 匕首 不只是因为他的样式精美绝伦 等一下 老师 怎么了 这匕首是燕屁 怎么了 这匕首是假的 什么 杨牧这小子 又孤寂重施了 先餐厅吧 我倒给收藏家问问 各位记者朋友们 很抱歉出了点状况 稍后我们会重新再开记者会 大家先跟工作人员 到休息区使用茶点 这边请 老师 老师 接通了吗 都转到语音了 怎么会有艳品 我们是不是被设计了 这事啊 事关协会和考古院的名声 在讲求真品的展览中 竟然出现艳品 这可真是天大的笑话 这件匕首 是我跟在美收藏家借的 是 抱歉 老师 因为我太太去世 我没能好好检查文物 结果 出现这样的情况 现在自责也没用 得赶紧想办法解决问题 现在收藏家联系不上 媒体又在等我们 重新召开记者会 票也卖出了好几万张 如果这个时候 因为一个艳品而取消展览 那我们不仅仅是颜面尽失 而且还要赔上很多钱呢 老师 我们只能让危机 呈转机了 怎么讲 开箱已逝中 出现艳品 肯定是只爆不了火 很快就会被群众知道了 要是我们遮遮掩掩 甚至假装没有这回事 那才会信用扫地 倒不如 我们大方承认疏忽 并且声明 会把所有的文物再次检验 用行动 证明我们的无心之光 那匕首怎么办 匕首 是开幕表演中最重要的物件 必不可省 只能让它展出了 要不这样老师 您用反例 机会教育大家 如何识破艳品和真品 我呀这就出去帮你追犯人 正如您所说 危机就是转机 老夏 现在这个时候 如果不想一个卖点 还就真没人来看着 现在来一个县城的 我们干脆误尽其用吧 老师 您觉得呢 先这么办吧 否则事情转出去后果 不堪设想 严谋 先把记者们叫来 但是一定要记住 让他们把报道的方向 做一下调整 好 院长 请问您刚刚说的这些 都是考古研究院的书是吗 对啊对啊 院长 如果又有其他业品 你要怎么负责啊 让一让 您这样让别人走过去啊 要负责吗 院长 让你打量一下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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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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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的表演 还行吧 还好 院长答应 接下来 就有劳会长您 多费心啊 按照现在 警察文物展的关注度 我想门票突破十万张 肯定没有问题 再加上 好物绝配的 收视率节节上升 我想 拍卖市场一定会变得 盛况空前 当初真没白介绍人给你啊 川会长 我不知道 您在说什么 那时 我只是 我只是去买一个白铁花洒而已 明白明白 买一个花洒而已 那接下来的开幕表演 还要麻烦杨老弟 多多规划哟 肯定 我一定 不会让张会长 和庄董失望的 拜托喽 好 这个是我和世强整理的 真的是越调查越觉得两件事情 有太多的共同点 而最明显的就是都有杨牧 五年前那个时候 后台除了杨牧 就没有其他人了呀 不过你说你去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 带棒球猫的男人 是的 这就奇怪了呀 警方根据你和杨牧的证词去寻找 没找到任何下落 但是这次你和小胖 去跟踪杨牧的时候 查到他们去过一家五金店 这家五金店 有个让人非常怀疑的地方啊 这家店呢 经常提早关门 但是老板没有走 你们想想 提早关店 老板还不走 这一个人能在店里做什么呀 这不是一般的五金店 不管我们现在多么怀疑啊 都没有一个直接的证据 可以去定他的罪啊 好像咱们每次 刚刚接近真相的时候 这线索就断了 查到那个包裹的来源了吗 根据小胖给我的影片 我找到了那个送快递的小哥 他告诉我这个包裹 是从国外寄过来的 反正我跟这个小哥联系过了 让他帮我查一查这个孙贵地址 我想很快我们就知道 孙贵人是谁了 好 麻烦你们了 不过这事儿 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杨牧这个人心思缜密 要是被他知道了 不知道他又会做出 什么样的事情来 叶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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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啊 别的时间使者 跟人类走得特别近 之后 就出了一点问题 小夕 你在想什么呢 想得都出神了 哥 你回来了 晚饭 晚饭就会粥啊 嗯 我看这个应该都要糊了 我来帮你断吧 小心烫啊 没事吧 嗯 没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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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怎么出现的 怎么了 好像没用啊 叶姑 你这是魔术还是魔法呀 你不是钟表师傅吧 不是 哥 夏希 你刚刚也看到了吧 她刚刚不在这儿 她是秀的一下出现的 叶姑 你可以啊 你也叫我一下呗 大家都在啊 我们俩炸鸡和披萨 姑娘 姑娘姑娘姑娘 你看 你知道吗 刚刚噎过她 她她她 秀的一下 她就出现了 我哥 会不会也没有时间线呀 要不然 不 她有时间线 出问题的是我 你没事吧 她 突然出现算什么 这对时间使者来说 最基本的好不好 好好好 不是 你怎么知道老大会 夏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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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姑娘刚刚告诉我说 叶姑她是什么时间使者 这时间使者是干吗的呀 叶姑 你也真厉害 从一个钟表师傅 现在已经做成一个 时间使者了 夏希 你知道这件事吗 我 姑娘也知道 怎么就我一个人不知道 夏希 你一会儿一定要告诉我 时间使者是干吗的 姑娘 把水片扫一扫 好 我累了 先回房了 好 我没事 就别跟过来了 可是 喂 时间使者到底是干吗的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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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吧 你睡吧 我还是奉劝你 别给自己找麻烦 这 这笔墅是假的 我有事情要跟你说 姚欣你知道吗 叶顾是时间使者 你 你怎么知道的 就昨天我去她家 然后她CEO的一下 就出现了 顾女就告诉我 她是时间使者 她们在搞什么 难道她没有抹出你的记忆吗 她还能抹出我的记忆啊 等等 你不会因为她是时间使者 所以才喜欢她的吧 当然不是 她在当时间使者 算了 你不该知道这么做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以后再说吧 你该去上课了 叶顾 你最近还好吗 还好 还好 怎么突然这样玩 一旦时间使者都这么久了 应该很明白 这万物的运行 都有她自己的准则 如果这中间 有什么事情改变了轨迹 是一定会被矫正的 老谭 有话就直说吧 你真的不在乎跟夏希在一起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你看 你现在已经开始会受伤了 接下来就是失去法力 最终会彻底消失的 如果只是害怕一个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就要跟她保持距离的话 对不起 我还真做不到 为了她 你可以什么都不要吗 我答应过她一些事情 也是我的义务去了解一切 这也关系到我如何解除 现在的职位不是吗 老谭 我都已经提醒过你了 这一切的后果 你得自己承担 现在你的法力 已经逐渐在消退 之后就会消失 不行 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刘夕 不是 你真好 哪些不是 我们有力量 má 是 总是 我们有力量的 自己的赶快 太好了 不允许 她都没有办法愈合 你的意思是 叶姑会受伤 会昏倒 都是因为我吗 时间时者之所以没有情感和记忆 是因为他们被天神赋予职责在身 是不可以被情感所期盼的 他们要以抽离的姿态和这个世界相处 这么多年 我一直这样陪伴她 我希望可以分担她的孤独 可是现在呢 她现在为了你 法力开始变弱 情绪也变得不稳定 她渐渐会变得跟常人一样 受了伤也没有办法自我全域 你知道吗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她会丧失法力 最终会非烟灭的 你是说 叶姑会因为我 消失吗 如果你是为了叶姑好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尽早离开她 是吗 这是你 我们现在还找到 我们是为了叶姑娘 我们还找到 我们是为了叶姑娘 我 是为了叶姑娘 时间使者之所以没有情感和记忆 是因为他们被天神赋予职责在身 是不可以被情感所期盼的 他现在为了你 法力开始变弱 情绪也变得不稳定 他渐渐会变得跟常人一样 受了伤也没有办法自我痊愈 你知道吗 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他会丧失法力 最终会非烟灭的 小夕 你怎么回来了 你不是去打工去了吗 怎么了 你的手怎么样 没事 不是说 会马上痊愈吗 为什么这一次没有 是因为我吗 为什么你的事我总是最后一个知道 还是通过别人 不是我 我没说过 是要先告诉你的吗 是谁说的有那么重要吗 是谁说的有那么重要吗 野谷 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恢复的 别担心 我会找到办法的 在我的手 受伤了 那以后会不会死掉啊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你 我去的都不堪 有现在的陪伴 像一种决心 我就有了答案 我可以再忍耐 把眼底失落 变空白 等着你转身走过来 你时辰依赖 在时空之外 我知道是爱 值得去爱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去着越乐观 在世间的转弯 成全我们爱 爱 爱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用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去着越乐观 在世间的转弯 成全我们爱 爱 值得去爱 不怕爱多困难 越难爱越勇敢 有温柔的陪伴 把一切都交换 不管路多辗转 越去着越乐观 在世间的转弯 尽全我们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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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